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机器会已经三次得到教育部跟台北市政府颁发的推展社会教育贡献团体奖 顾问们都是义务的 你可以放心地把问题交代给顾问们 当然你的问题不一定是跟保险公司而已 可能是劳保局的问题 健保的问题 当然最多的是跟保险公司的看法不同的问题 顾问们都可以帮得上忙的 当然你可以上线来保险资讯网把你的问题写下来 我们过来继续请教我们两位医生 刚刚我提到说很多人说痛风好像是富贵病吃太多好料的 尤其是过年这段期间 什么锅 什么锅 什么锅吃很多 也喝很多 这个讲法是对的吗 不只是富贵病 痛风以前还叫帝王病 就是要帝王皇帝般的享受才会发作 以前的百姓很穷 种田你吃了米 吃了地瓜 那绝对不会痛风发作 现在生活品质好 每个人每天享受都跟帝王般的一样 你可以吃肉 大鱼 大肉 什么酒都有 台湾的什么酒都有 所以你就是跟帝王一样的享受 那尿酸高的比例当然就越来越高 是 那王医师你以前也是帝王般的享受 帝王般的享受 所以才会有痛风 但是有人也讲 所以我们每次吃喝都是同一批人 可能是家人 可能是朋友 对不对 那为什么大家都没事只有我痛风 所以事实上还有一个体质的问题 所以跟就是美国 在台湾的可能1到2%盛行率 但是如果以台湾的山地人 他可能可以到10%以上 超过10%的盛行率 所以人种还是有关系 尤其是台湾的原住民 大概是世界最高 他的高高到跟纽西兰的毛利人是差不多 他还比毛利人的尿酸还更高 可能也许山地人喝酒喝的比较多 毛利人也许没有喝那么多酒 所以事实上体质是有关系的 所以刚刚说大家都一样的身高 一样的体重 一样的吃 为什么你发作我不发作 所以体质是有关系 好 那我们刚刚又提到说 吃东西跟你吃进去的东西 确实是有关吗 除了体质之外 所以哪些东西是比较容易诱发痛风 事实上痛风尿酸 就是我们的食物的代谢 那食物里面的普林或者叫做飘林 飘林事实上就是我们的细胞核里面的DNA的成分 那每个细胞里面都有个细胞核 细胞核里面有个DNA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得够多 就有可能会高 那当然食物也有分嘛 比如说高普林的食物有一些比较高的 那我们比较强调就是一些内脏类的 一些高汤 内脏比如什么鸡肝 鸡肠 猪肝 内脏是最高的 那还有一些高汤 肉汤 浓汤 这些鸡肝 这些东西是特别高 那海鲜类就是一些小管 牡蠣这些东西 干贝 蛤蟆 这个是特别高 那事实上豆类我们觉得花生 豆类事实上还不是特别高 所以比较高就我们刚刚说的 这些什么草虾 这些牡蠣 鹅 蛤蟆 内脏跟一些浓汤 尤其是过年 为什么过年特别多 因为过年都要吃火锅 火锅的浓汤 最后的那个浓汤又是特别的高 所以你吃了火锅 第一个吃多了 第二个又喝汤 第三个再喝酒 所以为什么过年会容易发作 就是你吃了太多高普你的食物 那天气一冷 当然这些还要再加重什么羊肉卤 什么那些也是吗 那会更厉害 比火锅更厉害 对 加母鸭 那有一些还会加一些酒 那酒再加上去那就更不得了 因为酒会让你的尿酸排泄更困难 所以尿酸又堆积在你的身体里面 所以就更容易发作 尿酸更高 所以两位现在遇到这类的病人的频率比平常高 过年很多 对 过年后 过年后 你们特别忙要处理这些 大家过年时候吃得太放纵的后遗症 是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说高危险群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说吃的东西 或者说是很特别的遗传 遗传有吗 有 遗传 就体质 体质 那有没有那种说家里有人有痛风的病死 其他的兄弟姐妹等等风险比较高 有 所以事实上常常会有 比如说我们常见比较年轻的 比如说高中发作的 二十几岁发作的 常常都有家族死 爸爸可能就会高 或者妈妈有痛风 那比较会在比较小的时候发作 那性别呢 性别通常是男生多 那为什么女生少 就是女生在停经以前是很少 停经以后就会了 因为女性和我们会促进尿酸排泄 所以通常女生在停经前 通常不太容易有尿酸高的状况 那还有年龄 年龄 年龄的话 年龄就是越来越降低 通常以前大概到四十岁五十岁 那为什么说是四十五十岁容易发作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事业有成 开始运筹 帝王般的享受 所以为什么是四五十岁的男生容易发作 那太太可能在家里吃一些出茶蛋饭就会发作 那王医师您发作的时候第一次发作几岁 有符合我们发讲 应该是四十 符合刚刚讲的这些 四十五岁左右 男性然后四十几岁 主管 当主管 当主管 吃得好 吃得好 都有了对不对 但是还有一个 我觉得看不错 王医师有的 肥胖有吗 肥胖会 事实上年轻的 我刚刚讲年轻的 二十岁那种 大概都是肥胖的 我们病人一百二十公斤 但我们要定义一下肥胖是多胖叫肥胖 肥胖就很难了 因为事实上有些胖的也不见得高 所以还是有体质的关系 尿酸你如果没有厌血 同样八十公斤 有人是好 有人是不好 那有人说 痛风常常都是半夜发作 真的吗 王医师你发作是半夜吗 我不是半夜 最主要就是说 为什么会半夜发作 因为当然白天气温比较高 然后晚上当然气温比较低 那痛风在红肿热痛的时候 就气血循环不好 其实就像高速公路一样 你半夜的时候 高速公路堵车 一堵车的时候 尿酸就会积在我们关节的地方 然后半夜 当然天气比较向下 天气比较冷 然后气血循环就会比较差 然后就半夜发作的机会会比较大 但是半夜有时候找不到医生 有时候有的会去挂急诊 真的严重 有的是白天才一拐一拐再过来 说我昨天可能症状比较严重 就过来做治疗 做症灸 做一些服用中药这样子 那黎师您的病人也是半夜发作的多吗 半夜发作的事实上是真的比较多 半夜之后可以专心去感觉那个痛吗 倒不是 就是半夜的温度比较低 我刚才说就是温度低 你就容易结晶 就是我们尿酸在37度的时候 它溶解度大概6.8毫克 那到了脚趾头 它可能只剩下36 35 表皮的地方可能又更低 那它可能溶解度又更低 所以也许在6.8甚至6.5 它就会沉淀 就有可能会发作 好 那痛风当然叫痛风 我们就知道它一定是痛了 才叫痛风 那我们在处理痛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方 那痛风发作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用我们自己处理痛的秘方 来处理呢 那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来告诉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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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